北市卫生局抽驗发现 10%的火锅料检验不合格 不少名店像是阿关火锅的冻豆腐 还被检出含有防腐剂本甲酸 吃多了会伤味 气温冷嗖嗖 火锅店生意跟着抢抢棍 不过北市卫生局也同时展开火锅料抽驗 其中三家火锅店业者 包含大地主餐饮 阿关火锅 北海一番锅物 供应的冻豆腐 都验出不可使用的防腐剂本甲酸 还有这款QQQ可口鸣血膏 则是验出防腐剂 几二吸酸超标 台北市不合格率约10%左右 豆腐的产品 我国是不允许加任何的防腐剂 违规添加的本甲酸 容易和水蒸汽一起蒸发 进入人体后 虽然可以从尿液排出 但过量会引起胃痛 目前违规产品 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 它又俗称安息香酸 可以从尿液中排除 但是食入过量的话 基本上对我们肝肾 也是有蓄积的影响 还有东芝也快到来 卫生局抽验30件产品 只有一件标示有问题 这包名叫可口圆的小汤圆 保存期限 标示复杂不清 标榜可塑时 却没有明确写出是哪种塑别 依法可罚3到300万元 冷天想吃美食暖胃 民众也得记得先看清 食品标示是否齐全 在下肚 有点TV 明天用黄金开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